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顶流又一粒作 这设定也太爽了吧 奇异2024年片单一发布 大江大河三乌云之上 一念观山长风破浪狐妖小红娘月红篇 等各式题材的剧集都发布了一系列海报 转足了观众的眼球 在一众剧集里 一部长风破浪题材尤为新颖 长风破浪由王一博 李沁 王阳领贤主演 高禄 王学寅等参演 该剧将镜头聚焦在中央苏区的经济战线上 讲述的是金融天才中央银行 小职员魏若来与其师傅南京政府 高级经济顾问沈图南之间 通过生死较量 最后维护苏区经济稳定 成长为苏维埃国家银行的红色金融家的故事 看题材 是不是很新颖 海报中 王一博与李沁站在光明之中 而王阳位于另一半的阴影中 旗鼓相当的对立局面不言而喻 让我们期待一场师徒反目的金融大战吧 有趣的是 官方西出的为二的两张海报 一张用了钞票做底色 一张直接乘上了一只股票 这是告诉我们入股不亏吗 其实 关于解放时期金融斗争的影视剧还是很少的 不得不说 王一博的选剧眼光真是很独到呢 回顾一下王一博的从影之路 演过热血电竞剧陪你到世界之巅 江湖武侠剧有匪 古装仙侠剧陈情令 七毒警匪剧冰与火 古装悬疑剧风起洛阳等 已经上映的三部电影 无名长空之王热烈题材也不尽相同 从古装到现代 从机智潇洒到金池内敛 从一身正气到一正一邪 王一博的每一个角色塑造都唯妙唯笑 深入人心 长风破浪作为王一博的又一例作 又将带给观众一个怎样的微弱来呢 不得不说 王一博还是很适合民国造型的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另一位主演李沁 也是近年来的实力小花 白鹿园的田小鹅 楚桥传的纯园公主 都贡献了非常精湛的演绎 这一次再次挑战解放时期地下党员的角色 期待她的演出吧 王阳作为书圈天菜 前一段的闪耀的她 让我们见识了她的魅力 长风破浪李王阳记逆行者 沉默群后再次挑战反派角色沈图南 让我们期待她怎么搅弄这金融风云吧 这么多的新剧要来了 说说你期待哪一步吧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